亲人之间记住两个原则 财务轻 远和生 言于忍 愤自敏 自己内心有烦恼 没有调伏 所以离得近的人就容易受伤 面对越熟悉的人 我们内心的约束力越小 也就越容易暴露烦恼 亲人朝夕相处 遇到我们生烦恼的机会也最多 若自为调伏而能调伏他者 无有是处 帮助家人需要自己的心特别平和 具足能量 不能用烦恼去压烦恼 慢慢来自己与家人一起改变 平时多劝慰 不要等到烦恼爆发再去压制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 有的面比较灰暗 有的面比较光明 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看待对待 人和人又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相牵相连 因缘交错 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厌恶 或喜欢一个人 而是要在每一段关系中 都彼此扶住 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成长自己 这就是佛法的一正不二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感恩